所以当日启示还没有完成 所以圣经也还没有完成 当然我们知道是启示是先完成之后圣经才完成 启示在第一世纪已经全部写出来了 新约圣经在第一世纪已经全部写出来了 不过那时候不只是27本 那时候有几百本 福音书也不只四本 不过经过筛选 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 经过三百多年 能选出27本当时的教会 用的最多的 那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等到圣经一完成的话 第一世纪 其实第一世纪以后 预言的方言已经是停止了 所以在预言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应该说预言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或者说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这两个字圣经可以改成 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因为圣经是更后才完成 启示还没有完成的时代 预言和讲说各样奥秘的方言 仍然存在 所以对亚加布的预言 他们绝对相信 是一种正确的反应 不信反而不对 今天我们就不是这样 今天人家如果我们这样 什么时候要发生海啸了 我们要施责他的假教训 因此宣教队员包括路加 以及当地的信徒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看第十二节 我们和那本地人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读第十三十四节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愿主义的旨意成就变了 保罗的坚持 他不听劝 我们会产生许多的思想 许多的瑕疵 到底是他的勇气 还是他的固执 雅加布的议员是肯定会发生的 既然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去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教会还需要你 你去给人家抓去了 然后怎么办 你的工作就提前结束了 太浪费了 我们常常从人的观点来思想这个问题 他本身也早已料到 要往耶路撒冷困难重重 我们翻为20章 十二到二十三节 看在22到23节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肾迫切 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所有捆索与患难等待我 其实 第一 他已经意料到 他要往耶路撒冷困难重重 或者是启示亚迦布的圣灵 已经也先启示了保罗 他才会说 我此行困难重重 我们再看 亚迦布的议言并没有禁止 腰带的主人前往耶路撒冷 反而是说 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绑 并交在外邦人手里 也就是亚迦布 已经在他的议言中 已经让我们看到 保罗一定要去的 对不对 他才会被捆绑吗 他会被交给外邦人吗 亚迦布的议言 已经让我们先看到 神的旨意 在保罗的身上 他要到耶路撒冷 他要被捆绑 所以 他并没有 不听众人的劝 其实神已经为了他定下了他的道路 而保罗自己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即使死在耶路撒冷 他也愿意 我们不是说 他在前面的时候呢 他已经 对福所的长老说了一些话 就是使他也愿意 这个完成主所托付他的使命 20章24节 再读一次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 明明都知道有困难的 为什么不去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保罗其实他准备好 他事死如归 事死如归 看死好像回家 是传道人伟大的心智 其实每一个信徒 我们的生命成长到 能够看死亡好像回家 但是要合乎神的心理 我看死亡好像回家 所以我病就不医了 我就死掉了 我事死如归 这绝对不是神的心理 所以病还是要医 我们不能够 成辟父之勇 对了 就是这愚妄的勇气 于是 他这样表示 众人都安静下来 祝愿主旨得成 十四节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燕主的执意成就 变了 你读十四节 你就好像 哎呀 保罗 似乎保罗 不应该这样 大家都欠他 劝他劝不了 愿主的执意成就 我们看见 好像 对保罗来说 是一种 负面的观点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圣灵没有告诉他 告诉保罗 不应该去 反而是保罗要去 而且要被这个魂绑 我们这里看见 教会历史上 有许多主的主仆 先贤 先圣 为了团了主耶稣的福音 为了持守 纯正的信仰 而殉道的 有太多太多的主仆 跟先贤 先圣 我们今天来到了 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世界 这些过去的主仆 为主殉道 建立了教会 建立了信仰 今天多数的地方 我们都免去了 可以免去了 为主殉道 我们要感谢 这些为主殉道的 先贤先圣 他给我们开了一个 更容易传道的门 可是我们今天 却没有那么的热诚 没有那么的愿意 来把福音传开 我们求主联明 为我们开了 真的是一个宽敞的门 他们所走过的经济路 我们不必走 他们要爬到的尖南山 我们不必爬了 他们要面对的训道 我们不必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应该 更加的应该努力的了 来把福音传开 我们求主联明 当疫情过去之后 让我们的教会 真的是对变成为一个 真正的努力 传福音的教会 让信徒 负起传福音的使命 也愿意更加 完全来遵行神的道神的话 阿罗说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我想这句话绝对不是意气用事 我们说绝对也不是匹夫之勇 实在是为了主明主道 他放胆无惧 堵信不移 似死如归 所以 让我们也学校他 放胆无惧 堵信不移 似死如归 但是不是主旨意的死 千万不要死 所以我们还是要活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活下去 好了 15节先到16节 一起读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路加没有记录 他们在凯撒利亚住了多久 只说过了几天 本来他们原本要在 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 可是看到 凯撒利亚 逗留在多利 买在这个 这个泰尔 当多逗留 似乎不急了 是否五旬节已经过去了 路加没有提到五旬节的事 也许是来不及了 有远来不及的话 他们就不是那么的急 所以他们就在每个地方 都多逗留几天 圣经有时候 一句话 我们就看到他 他说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 这个很清楚 就是行李已经拿出来了 拿很多出来了 所以一定是住了很多天 如果一个晚上的话 大概只是把牙刷 牙膏拿出来 正是要收拾行李 可见又住了几天 住了 然后才重新上路 然后有几个凯撒利亚的门徒 带他们同去耶路撒冷 这个是有时候呢 保罗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很多年了 如果有个比较熟悉的引路 当然会好一点 我们也曾经 有些传道人来新加坡讲道了 有他们上马来西亚去 我们也会 有些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去的 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并且住在一个门徒 拿孙的家 相信他的家靠近耶路撒冷 这里说 久违门徒 就是拿孙是一个老信徒老门徒 他是塞浦路士人 巴拉巴也是塞浦路士人 他们可能也是相似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讲 他可能就是这样记录 可是我们就看一路来 有门徒在他们的家来接待他们 所以当时接待信徒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份 那时候不是没有旅店 所以旅店一样 同样是贵跟脏 那时候的旅店 是比今天 可以说是那时候的旅店 是非常肮脏的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住在门徒 同时这是过节的时候 可能这些住宿的地方都满了 因为在节期前后 真的住处难寻 主为他们的预备拿孙子家 让他们有地方住 新约里面有一个人 很会接待客人的 Yohan写信 给他赞扬他 他是谁 该有 大家知道该有 所以盼望以后 如果神给我们有恩典 然后买一栋楼 我们有学校买好 有教会买好 然后该游楼 然后该游楼 今天因为有方便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旅店 一般上都可以 只是价钱的问题 我们也特别去 特别做一个地方 我们只要付钱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给我们恩典 所以我们需要 接待客人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侍奉 特别接待主的仆人跟使女 所以我们看见 他们一路来都蒙人接待 21章17节 一起读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终于到了目的地的 得到弟兄们的欢迎 你看他们离开那么久 现在来了一群人 保罗当时他们认识了 现在呢 当然路加可能他们也认识 或有那些外邦的代表 我们前天已经讲那些 代表的这些名单 我们能够得到弟兄们的欢迎 犹太人的教会 犹太人的基督徒 的欢迎 这是很不容易的 虽然只是一句话 所以我们就看见 无论外邦教会 无论犹太教会 我们知道都是主的教会 21章18节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当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是雅各 这位雅各就是十五章主持那一个 耶路撒冷大会的那一位主席 他不是门徒雅各 门徒雅各已经死了 已经殉道了 这是主的弟兄雅各 还有其他的长老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 带领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会议 好了 现在他们来了 看起来是在开会 2章18节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他们就见面了 所以还有路加 以及外邦教会的代表 也都在参与此会 因为他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好了 2章19节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 一一地诉说了 保罗把神如何使用 他在外邦教会所发生的事 都向长老们诉说 你看 在这个菲利比亚 在这个特撒罗安基尼迪亚 怎么样所面对的困难 以后在雅典 在哥林多等等 真的是要讲不完 这个是把发生的事报告 向长老们诉说报告了 20节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与神 对保罗说 兄台你看见犹太人中 信主的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长老们听见 保罗的报告 就归荣耀给神 如果现在问题来了 他们继续对保罗说 这里犹太人信者有许多万 所以犹太的教会 看起来也 外邦的教会 增长 犹太的教会 也跟着增长 这句话就叫我们 感觉到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所以我们可以解读 他们一面是基督徒 可是现在热心律法 我们知道在最初 跟随耶稣人当中 有所谓奋锐 非常热心的 也许就是这班人 这班人 他一面是基督徒 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教导 他们相信耶稣 可是他们因为传统 因为过去 他们曾经是犹太 在这个 是犹太教的 在犹太 摩西规条 犹太人的传统的 熏陶之下 所以他们一面是基督徒 一面是新律法 所以我们就来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初代教会 新约神学尚未确立 你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新约神学确立了 不是新的教导 而是从圣经发展出来的 完全合乎圣经 也合乎基督的教训 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 许多人一面做基督徒 一面专行旧约的规条 我想这种情况是很 是会一种的 很可能发生的 也是很必然的现象 当我们劝导人相信耶稣 如果他们就要信 他们愿意把所有的偶像除了 把偶像拿走 我来到 一个叫做 我们本地话叫做神主牌 或者是仙人的这个坑 这个是拜祖先的一个坑 你要拿走它 它就不能够接受了 所以很多人 但是有些当然也没有 不过很多时候 他们就在信了主之后 他们在先人的这个祭日 他们的计验没有问题 修想他们的家园义行 没有问题 像祖孙说他们的一些的 行为啊 准则教导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煮一些东西 他们不要来 要拜拜 拿到他的坑场去 他觉得没有这样的话 就好像很对不起 这个是常常 一个新的信徒 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 当时也是情况也是如此 只不过是神 要不是神兴起了保罗呢 以及他的同工们 为真道来争辩 我们知道 保罗后来就为这 要不要接受 割礼 争辩得很厉害 如果不是他的争辩 教会回归旧约 教会继续受个礼 又洗礼 守圣餐 也守余月节的礼 既讲恩典 又强调立法 教会今天会变成 不伦不类的东西 我们看见 当时就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困难了 这个困难怎么解决 我们今天有时候 也真的是很不容易解决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好了 21节 22节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长老们继续对保罗说 他们听见 是听来的啦 所以到底真假 不知道 你教训在外邦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 不必给孩子行割礼 不必遵行规条 我想这个听来的消息 可能是误传或误会 但可能也是真的 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这些 都应该是不再需要了 但无论如何 长老们知道 如果保罗他们现在 出现在耶路撒冷教会中 毕竟因一些反弹 所以长老知道了 因为他已经听了 他可能听了 保罗在外邦 外邦人的当中 不但外邦人对付他 犹太人也对付他 所以这些事情听到了 现在他回来了 好了 亚太也知道 有一些人就定住保罗 我们看22节 先跳到27节 那七日将完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聪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我们先看这一些 这些人是从亚西亚 就是从 小亚西亚 就是土耳其那一带 那一带来的 这是外邦社会 可是他们是犹太人 这班人呢 他们把保罗在外邦社会里面 传福音的事工呢 解读为 他是叫人 离开摩西的规条 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 你常常被解读为 我们要叫他们怎么样 无主无宗 不认主宗 我们要叫他们怎么样 这个 一些的 这个 不按照 这个华人传统的这个规条 其实我们都没有提及规条 我们讲的是福音 当他们信了福音的时候 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教导 他们会分辨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我们守节日 我们过新年 我们过中秋 他们没有错了 这是我们的文化 可是当我们向死人祭拜 我们祭拜 我们祭拜一些 我们说 鬼门关开了 鬼出来 这就不合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就会懂的了 因为得到教导了 我们并没有教人 要怎么去离弃这些 放弃这些 或者攻 或者去败坏这些 但是帮他们明白以后 可是他们就这样 你传福音给一个人 就被解读为怎么样 要破坏传统 破坏规条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当然这些长老 是资深的长老 他知道这些事情 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他进退了 于是他们就提出建议了 请保罗照做他们的建议来行 这个建议 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 发现这个建议 从今天我们来看 是很难 是跟福音有相违背的 保罗要怎么做 我们在还没有讲之前 我们也看到 初代教会 不断面对传福音的困难 也必须跟原有的传统 信仰 规条 规条 修缠不修 其实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这个处境当中 我们把福音传开 常常也面对了 跟原有的传统 信仰 规条 或者我们的知识 修缠不修 很多 我们从小就说 哪里有神 我们不讲怪力乱神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谈到神 神创造天地 神造万物 神造世人 我们是怎么样 就跟我们原有的 原有的认知 冲突了 所以传福音困难 还要跟传统 信仰规条 纠缠不修 我们看见 使徒行转时的记录 第一代的教会 已经发生了这个困难 2000年来 这困难没有停止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我们回到下一次 看保罗怎么样 来面对这些困难 我们祷告